其实也算是一场 其实时尚春版 大家也都是翘首以待 而且他们是从大巴上下车之后 直接进入魂场 没有所谓的红毯或干嘛 而且大家衣服已经穿好了 也是秀的开始 第一个像下车的助理 就是秀场 所谓的我们叫Q场助理 也就是秀导的助理 我们那边喊 比方说下一个模特 谁谁谁马上出 然后他就喊出 然后这个时候就可以 Q模特出场 已经走上了 很喊了 很喊气 其实距离也没有很长了 但是我是觉得 这种秀的发布形式 还蛮新颖的 这场基本上是 无社交网络而做的一场秀 选的人都是 本身自在流量的 对 那Dosche这季风格 还是延续了以往的华丽风 包括这个头饰 然后闪亮的这个长裙 其实Dosche它风格 还是比较固定的 这一网红本人都还不错 身材什么的都还挺好的 我觉得这场秀 其实一个有趣的一点 就是网红和明星 现在之间的界限 其实是越来越模糊了 对 当他们跟摩托一起走秀的时候 看起来没有那么的OK 但是当他们自己 对 当我走秀的时候 我们只看这场的时候 我们觉得还蛮闪兴悦目的 那Dosche它是比较擅长设计这种 紧身像这种Corset裙子的 像内衣一样的 对 迪丽热巴穿的是一件拨点 有点像一个 拨点抹胸区 有点像一个古兽女王 对 中个牌上的 这也是它这期的设计影感 对 还有八朵 花一直是都可以常用的一个设计元素 其实这个红毯跟传统的T台来讲的话 它最大的区别就是 一是比较短 二就是真的很窄 那大家特别窄 对 同一侧口出 同一侧口进 这个其实是有一定的风险了 就是这些不是专业模特 你走的还是非常像样的 可以说是挺专业的一个走步了 而且把红毯跟T台融合到一起的 这个想法我觉得非常好 现在就是马路横道线级T台 你在哪里T台在哪里 这个是我们经常会说到的 对 而且我觉得他们这种自信 真的有的时候模特还不如他们 他们这种就是对 笑容自信感染力 因为他们可能他的生活阅历 或者是跟用户 或者观众之间的交流更适常 对 还有对服装的交流能力 对 理解 如果你到那个多奇店里的话 你会发现其实它的配饰 还是很丰富的 而且它的装饰感很强 你会发现装饰感很强 实际上是多奇的一个特征 因为它有意大利的 西西里的一些DNA在里面吧 对 比较西西里比较华丽 其实是有点巴洛克元素的那种 我会看到很对称 钉珠啊 对 还有花朵啊 有点那种公平感的东西啊 还有 对 对 对